这个单元我们来看的主题是母子琴的构造 和波咒声音有什么样的特性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母子琴 母子琴的英文是Calimba 如果透过Google的搜寻 那就可以看到图片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母子琴 那母子琴它是怎么演奏的呢 那像这个母子琴是我在日乐坛的一家民俗艺品店所购买的母子琴 它实际上是野可做的音箱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母子来拨动这个琴片 那它就会发出声音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母子琴的基本构造是什么 一个母子琴呢它会有数个琴片 那像这个母子琴呢就总共有七个琴片 有长有短 那这个琴片呢透过这个琴片座把它加持起来 类似像一个悬碧梁的样子 那架在音箱上面 那刚提过这个音箱实际上也是可做成的 然后在音箱的面上面有开了一个孔 这是一个音孔 所以这是大致一般的母子琴都是像这样的构造 那当然音箱很多都是这种长方形立体的结构 那接下来我们看母子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 那我们就来结构一下母子琴的发声机制 那事实上我们透过母子施力在琴片上 那琴片就产生震动 那透过琴片的基座 然后产生震动再传到音箱 那每一个结构体呢 那事实上都会发出声音 透过空气传播 然后到我们人的耳朵可以听到声音 那当然有趣的是 琴片本身的贡献度多少 琴作的影响是怎么样 音箱又对声音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们在这个系列的母子琴的科普专栏 会陆续的来介绍 好接下来我们想的是 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母子琴发声机制 的SPR的流程图 好那SPR呢 我们知道S是source 也就是基震源 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母子施加在琴片上面的力 P呢 路径Path 有分为结构路径跟空气路径 所以我们施加的力作用在结构上 那整个结构当然就是包含了琴片 琴片座跟音箱 那当然个别位置都可以量到它的振动 好 那由特的振动呢 跟空气一个偶尔作用就发出了声音 好 所以这个就是SPR的发声机制的流程图 好那我们如果对这个声音做量测 那我们就可以去解读它的声音平补跟它的音阶特征 好 所以如果我们量到的是它的时间域的波形 那这个就是针对四号的琴片 就是中间这是最长的琴片 这是量到的时间域的信号 好那拿到时间讯号做FFT就是快速复列转换 那做频补分析可以得到这个声音的声音频谱 好那得到这个声音频谱呢 X轴是频率 Y轴是它的振幅 你就可以发现有不同的峰值 好那在其中呢 通常是低一个峰值也通常会是最高的振幅 这个就是它的基音频率 那以这个四号琴片来讲呢 它的第一个峰值的频率是173Hz 那如果对应标准音阶的频率 最接近的就是F3 这个F3就是F 那是17406 那不同的琴片做同样的分析 也都可以解读出来说不同琴片它所对应的音阶是什么 好 那如果 我们都知道这个拇指琴会有长有短 那长短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把七个琴片 依照长短最长的是56mm 最短的是33mm 那依长短排序下来 我们就可以发现最长的56mm 它的基音频率是173Hz 那最短的呢 33mm 它对应的基音频率是342Hz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琴片越长 它的基音频率是越小 反过来呢 琴片越短 它的基音频率就越高 所以当然代表的就是低音跟高音 最后我们中一下这个单元的讨论 我们在这单元看的是拇指琴 那才可以从Google网页去搜寻一下 什么是拇指琴或是Kalimba 那拇指琴的波咒当然就是用拇指来波咒 所以我们中文就翻译成拇指琴 那拇指琴的基本构造呢 会有琴片琴片做音箱 它音箱上面会有开孔 那拇指琴的发声机制呢 我们可以从实体结构去解构它的发声机制 也可以透过SPR Source Pass Response的角度 来解构它的发声机制 那在这地方我们有量测到它的时间波形 然后做频谱分析 可以得到声音频谱 结构出它的主要的发声频率 那有主要的发声频率的基音频率 可以解读出它每个琴片所对应的音节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琴片越长它的频率 基音频率就越低 频率越短基音频率就越高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来看 我们的观点 谢谢观看